我们来介绍砂钩豆角鱼的做法 这个黄骨鱼我们洗干净了 还给它系一下花刀 这样熟得更快一些 这样系一下花刀 这黄骨鱼买的时候 我们让老板把我们刷好了 这黄骨鱼我们把它系好花刀 加一些葱姜片 腌起来 两克盐 两克的胡椒粉 再加一些啤酒 去腥椎鲜 把它抓均匀腌起来 腌个十分钟 让它入一些底味 接下来起锅烧油 先下入姜末爆香 再下入豆豉 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沥干水的剁椒 这个剁椒一定要尝一下它的咸度 把豆椒炒香了之后 加入15克的蚝油 炒出香味 加入一些蒸鱼齿油 如果豆椒比较咸就不用加了 要加入两克的味精 把它炒均匀 铲�起来备用 接下来把砂锅烧热 放入我们的洋葱丝 把我们洗好的金针菇 丝散放在上面 把腌制好的黄骨鱼 这样整齐的码在金针菇上面 好了之后 接着把我们炒好的剁椒 这样淋在上面 要散开着放 不要淋在一个地方 再来淋一些啤酒 啤酒能起到去腥蒸鲜的作用 盖上盖子 用中火焖8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用筷子擦一下 能轻松的擦透 这面鱼已经熟透了 我们再撒上一些葱花 这个砂锅剁椒鱼 就做好了 非常的嫩滑入味